陈佛以讨论 我智了语言 语言好都觉得不重要 跟你说一口两句话就说 说一口两句话就说了 万一是喊你去 等有点等次的干部了 你突然给你 比如说当个厂长嘛 全厂几倍职工嘛 你要安排你 明天拿一部分 在文化工具看科技展览 拿一部分呢 就在我这儿打成清洁呀 把国人卫生啥都搞了 如果你安排不好 这个错误更大了 诶 同志们 这儿园单就要到了 这个这个 厂里面是这样的安排的 明天上午 男同志洗澡 女同志参观 诶 更多人 下午 女同志洗澡 男同志参观 不要工人已经挂了 还在积极来说 诶 我们这个参观一个规定了 只能用眼睛看 不能用手去摸 你说科技产品的 把它扎了个摸来 而且要认真地看 认真地看 看了还给我写个 心得体会教了 嗨 你说人家瞎不瞎 诶 还有导演打梦做的哦 人家导演有什么 还是要洗澡老婆 导演也打梦做 突然这个剧组出问题了 主要女演员 因为啥原因 要把那个洗调整一下 她开谎腔了 把全体演员 招呼到一起 本导演跟你们说个事情 由于主要演员 领时身体 全家 这个事情呢 我们要准备挑戏啊 但是这一次 整个剧组的挑戏 男演员比我挑戏的可能很小 我主要是挑戏女演员 所有的女演员 要服从我的挑戏 要认真地配合我的挑戏 否则的话 我扣你全家的奖金 第二天演员 全部跑到派桌去了 所以说啊 好多事情 你还不要说语言 语言稍微挣挫低点 情况就两码手 但是我这儿那样说啥子 天不怕地不怕 你还最害怕 四川人讲普通话 这那个四川人普通话 真的歪得下意 你就直接说不出 比如说成都市 你就用正宗里成都话 每个字你把它图清楚 人家能够理解 关键是四川人说普通话 一个啥毛病呢 他就是把印记是说准了 他还算把字弄错 对不对 你明明很简单的事 应该还就说成这样子的 比较到北京 饭店就做到 但北京大饭店不至于 比如说一个中等饭馆 一进去过后 还就还要服务小姐 这个本来是很自然的 小姐这个就有点歪了 但我的更歪哈 哎呀小姐请问你毛缝 在哪个塌塌 小姐也报道 这个小姐大概四川掉下 哎呀同志你不要着急 敌龙倒拐 然后不然你紧张话 让人家服务小姐看 哎小姐你们这个种态 搞得什么名堂吗 每个房间的浩子厉害得很 把我们的阳间要个雀雀 这个都好点 北京往附近 打开的北货公司 买东西把人家吓到 小姐请你给我拿条腰裤 腰裤那都腰裤 你要是内裤裤裤裤裤头 都可以吗腰裤 最后那个小姐就乱住去了 你看啥 你看啥 哎小姐我是说 叫你给我拿条腰裤 他说我们这里没有腰裤 你到游戏场去看一看 游戏场去看一看 人家这么腰裤 他跟他不一句跟跟 哎呀你这个小姐 简直成了北京的管二师了 你连腰裤都搞不懂 腰裤就是火盆 更搞不懂了 腰裤就是火盆 哎呀最后有个老姐跟兄 他说李老师 比如说你不会讲普通话 按过我的普通话就是外的狠 他说我教你 其实讲普通话简单的狠 只要你会卷舌头 跟我心里想你要个个跟外哟 他只要舌头一卷 你的普通话就相帅都甩不掉了 我说光圈舌头 他说不 你只要接舌头一卷 然后经常和他们那些北方人一起过啊 过啊 咋个过 这个又是成都话的 他说比如说我 我就经常给北方人一起过 我又回去 所以说我的普通话就甩不掉了 我就想天哪 你这个普通话 比我的还外的下 他比如我来一次到北京 北京你知道吗 我北京我咋不晓得呢 北京嘛足够的首都嘛 他说我去赶公共汽车 赶公共汽车 我想那个赶子可能都有点错 然后紧接着 突然就看到过来 一挂公共汽车 一挂 那些人气啊 一啪啦的就把我送到那个车门上去扩起 车门上去扩起 扩起我正要往上面卡 这个咋个卡 我又卡不上去 挑头一看呢 有个女的使劲地拉着我的裤儿 人家要积车子的 人家找不拉着的裤儿 车瓜就给人家打染我 你这个女的你要抓什么 你要抓什么 你这个使劲拉着我的裤儿 大哥那女同志给他加一次 这个事情你别怪我 我是无意识的 因为我想上车 算了算了 你是女的 那我们的裤儿也就算了 如果是男的 那你的裤儿就脱不得找着了 这倒是真的 然后回身车 他又往上面卡 还是卡不上去 你得看他领头极其的 这人先都不朝中间走 他又猫了 你们要抓紙嘛 两头奔紧中间捞松 你根本不动他吼啥子 算了算了算了他又推下来 推下来又坐向又向 算了 咱们四川人有皮理 不给他们骑机了 坐小轿车 这对吗 坐出租这对 还看到大地了 车子来了 还看到一块小轿车 就听到路边边上 这个时候就下来三个人 他说我一听 这三个人 就是我们四川人家乡人 但是不会卷身 说不来普通话 他们的普通话太外了 太外了 你都外的兄弟们 这三个人就真的 给家说两个老家 你要抓着 你扫脑子 你把脑子当成寡玩 这低点缘 要收三十元 那三个人也扯得着你 他一听了 算了算了 都是家乡人 我的普通话 既然讲得这么标准 我就应该上去 给他们捡个桌子 捡桌子 这个桌子咱们还捡 他桌子走上去 算了算了 司机同志 这一句还有点标准 他们三个是我们四川人 由于不会卷舌头 所以普通话就不标准 我来给你们捡个桌子 家乡把顶到 捡个桌子 他说你妈他的广光 他说你烧他 什么叫妈他的广光呢 就是他说你说他是刮袜子 什么是刮袜子呢 刮袜子就等于说他是 他爸 家书来听 算了算了 为了我们几个都说成都话 要得不安 大家有个 否则人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的话 事情就不好办 所以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个事情找准 看见是个小事情 小事以后的你要出现大问题 有人仅仅是为第二大个事情 龙殿林口是夫妻不和 就是为第二大个事情 其实说几个好大个事情 生活经常该说 那就招呼应酬 招呼人这个技巧的很重要 你不要招呼人 很简单 特别是女的不管你长得好漂亮 如果你要一介绍 你那个态度不好 这一块你要就跟你说到最不好的方面 如果你长得不信 但是这一块你态度好 最后你要就说到好的方面 你不要刚刚一介绍 诶 这样说 这个我爱人 如果女的也长得很漂亮 今天你要一介绍 这一块就站在那边 哎 走了吗 哪有那么多门儿门女的花满呀 你还心里想 哎 跟这个朋友抓着了 这一块你也乱抓的嘛 哎呀 住这个样子 哎呀 你怎么好漂亮 我怀疑他那个鼻子 是拿干锅打进去的 你还就开始乱说 那么反过来讲 如果是 那女的很臭 一哈走几怪 但是一介绍 就很客气 只要点了个 只要打招呼 那么车怪说不定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就说 哎 狗的个朋友臭 臭的时候其实你要人多对的 对不对 你马上就说人多对 说人或是你这个语言很重要 带人接物招呼应酬各方面更重要 很多人就不注重这个问题 好像总觉得招呼人说话有啥关系 我经常该说一句 好话都三分软 话不透极就半句多 有这样明明是一句好话 那个你嘴巴都说出来不好听的嘛 你要问你吃饭面 这个很简单的 哎 你吃饭面 吃了 哎 你新鲜 你吃吧吃你 你惹到你对不对 你多说两个字拿着管 吃了 我现在口上吃完面 说几个字并没错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家就感觉你要温馨一些 要对一些 那么有些贴定的事情 就跟我经常来举例 比如说男人跟女人的区别 你不要刻意地强调女人要给你拉拼 你也不要强调男人要给你一支 你怎么说天天看男人 还学到大冒险 你就还 后又把他走了 像这种男人公正说好不好 从各方面看起来 从家里面出来说很好 如果我是个女人我不喜欢 为啥子呢 男人你就应该去办男人的事情 那个男人一天来月了 后来都多疯我没 后来酸个味 要问我能干了 超过都变成催而过来 我又做饭了 后来我又戳衣上了 我就可以配死 你这个男人嘛 要想泡弯弯 这你又跑不回一起 对不对 你就一跪只拿三百块润到 卖军顿锅盔 吃白面锅盔 红柴早上吃夜子 黑了吃杆杆 有女孩哭了个家庭后的 你又要公道打电道 男人就要去跑男人的事情 你只能坐在细微的地方呢 把无头家庭主义都和关心了就行了 对不对 有些事情是天生成的 并不是女人该做家务事 那么如果女人在搞事业 男人只是紧紧靠上班挣钱吃饭 那么你多做点火山不可来 如果这样子乐器的话就很麻烦 你看凡是家庭不是很温馨的 他的屋子经常是彻彻牢牢的 嘿 男的和兄弟很 一天晚上三五两二号就跑回来了 对不对 男人因为要有动力 有摩擦 男人才能够出现的嘛 如果男人没得压力了 没得摩擦了 男人就约气了 因为感觉很温馨嘛 哪个想吵完工呢 男人才能够出现的 谢谢观看